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解忧之家 我是你们的解忧好友珊娜 我是解忧好友新唐米娜 米娜姐 如果有一天 你的女儿跟你说 妈 我不结婚 我也不要孩子 这就是我大女儿说的呀 你大女儿今年多大 就跟你说这样话 我大女儿在八岁的时候 这样告诉我的 并且我大女儿说了 还有后头一句叫做 妈妈 但是我想有后代 所以你替我生一个妹妹吧 所以你是新人接受 这样她的想法呢 是的 我觉得她 她各个阶段 她有各个阶段的想法嘛 她此刻这么想的 我支持她 她下个阶段不这么想了 我也支持她 但是如果她这一生里头 真的是决定 我不想结婚 我也不想有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 反正前半生有妈妈 后半生有妹妹 真的是一个开灵的母亲 那我们今天的这位主人公呢 她给我们的来信里面 其实跟我刚才问的 这个问题有一点关系 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金是这样说的 我本身是一个身体柔弱的女孩 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我接触到了赛车 她改变了我 更成就了我 从那以后呢 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地 爱上了赛车 她也成为了我生命当中 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本想把亲情和梦想 共同收入囊中的我 却发现和妈妈的距离 越来越远 难道真的没有完美人生 我到底该如何示好 因为她的梦想是赛车 赛车大家都知道是极限运动 对 所以可能妈妈对此有一些顾忌 那她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有请今天的主人公李海 欢迎她 哇 好帅啊 欢迎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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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来来来 请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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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哇 这一身形头啊 对 这是赛车的衣服吧 对 是专业的赛服 已经穿旧了 我看这个鞋也是 这赛鞋也是专业的鞋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装备 都是防火的 赛车的时候 如果起火的话 第一时间就是要保护 赛车手的安全 你给我们的来信里面 其实写得有点模糊 就感觉你和妈妈的距离 有点远 这是你的一个心结 然后你觉得是 因为赛车 所以你和妈妈的距离 变远了吗 首先赛车这个东西 就非常小众 其次呢 赛车它需要到外面去 就是其实我们一年 有一大半的时间 都在外面 所以呢 就是在家里的时间 本来就少 然后回到家以后 又要自己做一些 体能训练呀 还有别的事情 所以就是陪伴家人的时间 会比较少 你怎么会喜欢上赛车 因为我看你的脸啊 我觉得你以前应该是一个 非常文静的那样的一个女孩 长得特别漂亮 看上半节觉得喜欢在咖啡厅里 喝点咖啡 听点那个亲音乐 没错没错 原来确实是这样的 是很优雅的女生 对 就是原来我就小时候身体不好嘛 我爸妈让我学书法 然后小时候是就是写字呀 看书啊 就像您说的 我喜欢去咖啡厅里坐着 看看书之类的 对 然后后来就偶然 我的朋友介绍我 他说你开车开得挺好的 我介绍你去学 我也没有想到 就是说学这个东西 它会上瘾 然后我就学了三天 我就觉得 怎么这么好玩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有意思的东西 我从来都不知道 就是车还能这么开 我觉得很有意思 好玩 后来在比赛的过程中 就越来越喜欢 就是他 我为了赛车去做的这些事情 反过来对我自己又有影响 就是在追逐赛车的这个过程中 我就逐渐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而且赛车每一次突破自己 给到自己的那种成就感 是别的事情不能带来的 就是他一直在不停地 突破自己的极限 所以我说不清楚 这种东西就很难用语言去描述 在这个事情之前 其他的极限运动有尝试过 有喜欢过吗 没有 我以前最讨厌运动了 原来你让我坐着 我就绝对不会站着 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那你从事赛车了之后 有没有很多 就比如家人啊 朋友之类的反对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赛车 确实是危险系数很高的 对 有 就是一开始呢 就是大家以为我玩玩就算了 就还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 后来就发现 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越走越钻 然后反对的意见就越来越多 几乎现在我周围所有朋友都开始反对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危险 第二个他的那个就是开销特别大 还有一个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龄越来越大 你就一直在赛车也不去结婚 也不去就是对吧 成家 然后而且我在赛车的过程中还辞职 然后就是就是我的朋友 觉得你走得太远了 那就相当于其实把自己的人生都奉献给了赛车 家庭 事业 爱情 现在都因为赛车给耽误了 我倒觉得还好 就是赛车是这样的 你会为这个事情获得很多东西 也会为它失去很多东西 我认为整个过程中哈 获得的东西 是更多的 所以刚刚我在看到您说 您的这个赛车服已经旧了的时候 它一定不是像我们比如说洗衣机洗旧的 这应该是一次又一次 随着您自己可能在车里的翻腾 各种事情 就是这个衣服 我现在这个是穿拉力赛去比赛的衣服 然后我穿这套赛服去参加场地赛 其他的车手就说 你这个衣服 我们场地赛车手早就不穿了 都起毛了 你是穿着这个衣服在地上爬吗 对 我说你说对了 因为场地赛和拉力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比赛 虽然都是赛车 但是场地赛的人他会很干净 然后他们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我说我这个衣服就是穿着在地上爬的呀 因为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轮胎爆了 就得去自己去换胎 然后翻车了 你要想办法出来自救什么的 然后我们有时候着急 砰的一下就爬到地上去 然后这个赛服真的是在地上爬出来的 你有在从事赛车的过程当中 就这些年出过危险吗 有 就是从第一次参加长距离的拉力赛就翻车 到最后一次 国家举办的长距离拉力赛 一头一尾都是翻车 我们准备了厉害一些 就是他塞车的一些视频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说的最后一次比赛 一头是翻车 就掉到哪儿了 这是掉进河里了吗 这就是我说的最后一次比赛 一头是翻车 这就是我说的最后一次比赛 然后一尾就是掉河里 其实我翻车翻挺多次的 只不过是能记录下来的比较少 哎翻车你在里面你自己不害怕吗 其实翻车的时候还好会后怕 就是翻车的时候你只会觉得 时间变得非常非常慢 是像那种电影的那个 慢动作 慢动作 对对对 就像电影里面那种慢动作以后 那些飞起来的东西就飞起来 然后你也能看见阳光里面的灰尘 然后你听得到旁边的领航在惨叫 然后我会我会感觉这个车疼起来了 往哪边就是你翻腾的时候 还能在那数一圈两圈 哇 就是就是而且还能做出判断 哎这个时候该踩油门还是怎么着 就是车身的动态是什么样 会给你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时间感觉 对吧 可能是就是他大脑会加速运转 然后会让你有一个做出正确判断的 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我就每次翻车我都觉得 哦时间又变慢了 那一般这种有过 比如说翻了车就后怕的人 他再去他就会有阴影啊 你不会有这种的阴影 再去参加比赛之类的 会有一些但是不多 有一次就是唯一的一次 在山顶上翻车的时候 在浙江龙游 那个魔鬼赛段 就是那个赛段 每年玩赛率是非常低的 100台赛车进去 只有40台赛车出来 然后就是都是翻的特别多 然后拉力赛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比赛之前先会去看路 看路呢就是先进去跑一遍 然后记录下来 这个路是什么情况 为了不让这个赛车 在看路的时候就弄坏 我们一般是会开民用车进去 开得比较慢 但是那天我比较兴奋 因为我觉得这个赛段 哇每年都下雨 今年没下雨 哇越开越快 越开越兴奋 我们弯心有一个水泥墩子 被草盖住了 没看见 然后就撞到那个水泥墩子上 就弹起来了 弹起来 然后这车就啪就这样侧翻 就是这边是悬崖 它那个路只能够刚刚好 过一辆赛车 如果你再翻一圈就下去了嘛 然后我当时想到 完了 我没有头盔 没有汗丝 我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听到我的领航在旁边 啊 惨叫了一声 我想哦 它害怕了 然后我就看到这些笔啊 什么橡皮擦啊 什么乱七八糟 它记录书 它要带这些东西了 然后本子啊什么的 就翻 飞到我这边来 然后 我砸到地上以后 我就感觉这车弹起来以后 不是往这边了 是往这边倾斜了一点点 我就去踩油门 够油门 因为腾空的时候 其实身体是很难去够到油门的 因为我们那个安全带三点的嘛 三点的安全带 它扎得没那么紧 就是人是晃的 然后第一脚还没踩到 第二脚 一脚就踩到油门上 那个车 啪的一下就落下来 然后我们就 就回正了 回正往前走了一件 我在这样操作之前 我还跟领航说 我说别怕 能行 就是这次挺危险的 那就是这次 就是我感觉时间是变得最慢的一次 因为我还有时间去思考 思考我掉下去了 我没有汗丝 没有安全带 然后我还听到他叫 我还跟他说没事 然后我还去操作 就是其实这个发生的时间 最多也就一两秒 但是我就思考了那么多事情 我还想 这下去就废了 车里没防滚架 所以为什么赛车相对来说 是安全的呢 因为赛车它会 做所有的安全措施 包括你车内的这个防滚架 把车 相当于是一个笼子 焊起来 你在车内翻滚的话 就是车身至少在驾驶位 是不会变形的 然后我们的安全带 就是六点的 勒得特别紧 然后头盔和汗丝 保护你的脑袋和颈椎 我真的突然就是反应过来 你写这封信里面 说跟妈妈的距离越来越远 你就每天干这么危险的事 你说当妈的信里面 能放心吗 没有 他跟我去比赛的 但是他确实有点担心 因为我刚才下河的这个 然后回来就让我去学游泳 结果看完这个是学游泳 看完这个难道不是说 女儿以后不许再搞这个了吗 我看没有 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她其实不反对我赛车 只是说不要光赛车 还得要顾着家庭 要顾别的 对 我们把妈妈一起请学来聊聊吧 有请李矮的妈妈 阿姨您好 您好阿姨 来 这边请 您请 坐到女儿身边 您好 欢迎您啊阿姨 我们刚才跟李海聊了很多 关于赛车的事 我觉得他做赛车这项工作挺危险的 就您一开始真的支持他吗 支持的 开始 后来看见很危险的时候 就有点担心 就希望他赛一段时间就不要赛了 他已经赛了好几年了 十几年了 你希望他再几年就可以不要赛了 不是啊 他也可以一直赛呀 但是他要有个家 要有个孩子啊 因为这很危险 他什么都没有 现在 他生完孩子还可以赛 那你赛不现年龄的呀 对 几十岁都可以赛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呀 我们没有说赛车手 就必须要牺牲掉自己的家庭嘛 对对对 很多赛车手 都是有自己的婚姻家庭 真的那为什么 就是你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是女赛车手 男赛车手的老婆 在家里怀孕 对 女赛车手 不能搭着肚子开赛车 你说到点子上了 太正确了 不是可以生完了去赛吗 他会错过他自己的黄金年纪 或者是说 不一定啊 就是一两年啊 你过后还可以赛的 他几十岁的老头都还赛呢 八九十岁都还有赛的呢 八九十岁还有赛的 上次那个 从香港到北京那个不是啊 那个港京拉力赛 那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都有在开车的呢 那你只要跑在后面 你不管前面的名次 你就在后面跟着跑 拉力赛不存在的 那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都往前冲啊 不可能 妈妈的意思就 不用在乎名字 去玩就可以 你就当玩啊 这个意思的就有点像 女儿有跳舞的梦想 她想成为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妈妈说没事 你看六十岁的大妈 七十岁的大妈 都能在广场上跳呢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一回事 厉害是不是就因为 这个妈妈这些观点 还有妈妈的一些唠叨啊什么的 觉得和妈妈距离远了 那倒不是 是觉得就是因为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了嘛 然后其实我 我是想跟她距离再近一点 因为想让就是陪在她的身边嘛 当时也本来说是要住到她那儿去 不过我妈觉得还是两个人互相不打扰好一点 妈妈也是独立惯了是吧 是的 我九三年就离婚了 您自己一个人现在生活着 有的时候陪着女儿出去 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人 那您还劝女儿结婚 我有孩子啊 我有两个啊 我有孙子啊 我的二女儿在成都啊 有我的孙女在成都挺好的呀 还有个妹妹是吧 我还有个妹妹 是啊 那您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姐妹的时候不累吗 累 那您还让你女儿结婚 还让你女儿生孩子 没有生过孩子 这不是完美的人生嘛 一定要有家有孩子嘛 你才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嘛 你说人要活出生命的精彩是不是嘛 你光有一个赛车不算嘛 是不是啊 要有孩子 可是比如说 阿姨您的人生里头就没有赛车呀 我的人生很精彩的 你是不了解我 我搬过公司 我当过承包商 搞承包 然后开一个土特产公司 以他的名义 我什么都干过了 到赛道里面拍赛车两年 就专门给他拍照片啊 骨子 就全部拍 就在赛道里面 所有车都拍 就是记者在拍赛道 比他还辛苦 他们还在睡觉 我们就天不亮 两点多钟就要到赛道里面去等 他们确实要天亮 吃完早点 我们早点都来不及吃了 就要跑到赛道里面 找一个三道的咔咔 就是不是赛道 就等他们 然后呢 从那时候起就不能出来了 然后就 就警车一样的声音过来 三个零 就是 安全车 开道车 就是开路车 先过三个 三个零 然后两个零 然后一个零 然后就是他们的车就过来了 特别是沙漠啊 这些 他们塞车也过 灰就全部 木头木头的就盖在脸上 眼睛上 嘴唇里面 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跟着女儿一起拍啊 我觉得那是一个商机啦 对 我妈 可以拍短视频 然后搞电商啊 卖东西啊 那是2018年 其实我妈比我有先见之明 她还跟我吵架 她觉得危险 那赛道里面不要我去 我说 就是一个商机啊 她就觉得那是搞得完的 好厉害 她不让我去 我在这个快速里面 有一千多个视频嘛 全部记录他们 她的这些视频都是我拍的 她调盒里的视频是我拍的 妈妈拍了女儿调盒里的视频 对 是啊 我正在直播 一直直播 一直拍视频 然后的时候 那些就跟我说 你还调盒里了 我说 啊 我的心就 接着那就完了 我就说不拍了 不拍了 不直播了 然后有人就说 哎呀 好像旧起来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跟你忘一下 然后就这样说 她旧起来了 然后还有好多村民 就把那个视频发给我嘛 就是她调盒里的视频 就发跟我说 她已经揪起来了 头发湿湿湿的 就是她们后来说 就是她们自己在 有视频说 她们起来的时候 来搞水 就像这样 仰着的在水里面 然后小活的水也不生 就慢慢清上来 清到鼻子在里 就没有清了 对 还是有点担心 就是你喜欢 你这样有个家 有个孩子 再说你找这么钱 你又没有一个人继承 买这么帅吃有什么用嘛 我经常都跟她说 她乱用钱 她乱买车 我都不管 因为她这么多钱 她不花 她不乱乱使用 她留给谁嘛 就乱花了 我说你把养老 养老钱留起来 你能怎么用 你就能留 爱怎么用 就怎么用 她的意思是说 你留够养老的钱 如果没有后代的话 你可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我是说她 不要做手材炉嘛 你手这个金库 有什么用吗 你不用 是不是嘛 吃好玩好 花好钱 做你喜欢做的事 对 然后得有个后代 就是活出生命的精彩嘛 就是 其实女儿现在已经完成了 妈妈要求的前面 她已经完成第一个信念了 就是活出生命的精彩 爱自己 她又爱过分了 爱自己爱过分了 第二个就是要有个家 要有个孩子 是不是嘛 我们采访了一些李海的朋友 就是妈妈是这么说 我们听他的朋友怎么说啊 我认识李海呢 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认识她之前呢 她还没有开始玩赛车 那她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女孩子 那自从这个玩了赛车以后的话呢 我觉得她现在真的越来越粗糙了 平时都是大大咧咧的 然后情商不大在线 就是很容易说一些话得罪人 目前的中国的赛事的环境 就职业车手 就是拿薪水的这个车手 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 那我作为朋友来说呢 我支持她的同时 我也是同时建议她能够量力而行 你不能就是一直无谓的去花自己的钱 去拿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对吧 因为毕竟你的生活 赛车不是全部 为了玩赛车 她真的付出了太多的时间 经历和经济成本了 并且得到的真的是非常的少 我觉得太累了 一个女孩子 干嘛要把自己活得那么累呢 还是觉得希望她能够安全一些吧 这个毕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运动 那我是希望呢 就是说她在参赛的同时呢 就是也不要忽略整个这个家里 家庭之间的关系吧 就要多给家庭一些沟通 除了赛车之外 能够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 女孩子嘛 对自己好一点 你身边的朋友什么的也劝你吧 劝你要成家 要谈恋爱 劝劝劝 都劝 追你的人应该也挺多的 哎呀 我说到这个地方 其实也不是说我完全是 第一个是我觉得哈 赛车其实它是一个竞技运动 就是所有的竞技运动 它会有一个就是 职业生涯 另外一个是需要大量的训练嘛 如果你怀孕和就是照顾孩子的 这两年 只要脱离了比赛就会没有状态 以前哈 就是一年有七八战比赛 我要是两年不参加比赛 就辣掉十几场比赛 你想想那多亏啊 就是觉得自己 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嘛 要把时间都放在职业生涯上 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这个结婚的事情 我觉得除了我 没有主动去选择 因为我们整天都在比赛 其实圈子是很窄的 就没有时间去社交嘛 心思也不在那儿 第二个呢 就是别人选择我的时候 人家也心里犯嘀咕啊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很多人追你吧 不不不不 没有人追看的都怕 谁会觉得自己家媳妇 天天在那个山里面 还翻翻车什么的 多吓人呢 如果是按照传统思维 首先我以前有个朋友 他就说 咱们结婚结婚 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你这样倒好 一个月有大半个月都不在家 然后呢 一出去还不是挣钱还是花钱 我没有去主动选择 也是一回事 但是别人选择我的时候 也会非常犯嘀咕 也是一回事 其实我刚才 我也挺认同李海说那话 就是他觉得这个爱情和婚姻 还有家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事情 就是他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觉得是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还有另外一方就是 我也可能耽误人家 对吧 你说我每天从事这么危险的动作 如果我找到一段爱情 这男朋友突然要求我 你别赛车了 我该怎么办 对 就是而且结婚和家庭 还是一个责任 因为你有孩子了 你对孩子也是个责任 就是我也不能拖累别人 那孩子你又不是养不起 你这么多钱 不是不是 阿姨 孩子是要陪伴 你说他每天出去赛车 陪伴现在还有老的呀 老的给他带着 你回来的时候陪伴啊 那孩子还是要妈妈的呀 但等我们死到的时候 他要一个 姑姑年代了孩子 才没有人陪伴呢 是不是 我们还能活多少年 我都七十三岁了 那您是看不出来有七十三了 看上去又六十出头 我是五的 五年生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再协调 当时我是觉得嘛 我不耽误别人 而且就是如果有孩子 也得对孩子负责 如果我有了孩子 我就会 其实不用他说 我自己都会把赛车 放下来陪他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希望他能够 在有爱 有陪伴的情况下长大 并且我不能做得太 风险太高 那我现在目前 我想要追求成绩 对吧 我妈说你 玩到八十岁都可以 那是不追求成绩的 如果我想成绩 再往前面走的话 那目前来说 如果有孩子 就肯定是冲突的 他有那么多奖杯了 还要成绩干什么嘛 这人生何必那么苦嘛 把这个搞得那么累 我想要做到全国顶尖 就是我想要站在最高的领奖 你要比男生还要男生 对啊 因为我现在 那是怎么可能 可能的呀 我就只差一步了嘛 现在我就是亚军嘛 再上一阶就是冠军 全国冠军了嘛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想要站在最高的那个地方 冠军那里 你觉得距离你达到这个梦想的这个目标 还需要多长时间 很近了 很近了 我觉得快了 明年吧 我觉得再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你到达了这个最高的领奖台之后 你可能会选择就是说听妈妈的 就可能比如说去谈个男朋友啊 其实我自己是有规划的 我觉得就是说在今年或者在明年 然后呢我会启动我的那个程序 然后去尽力去做 当然这个东西结婚生孩子啊 这种东西还是看缘分的嘛 对对对 成不成我只要往这边走了就行了嘛 对 就是你不能一直把自己封闭起来 对 就不会 就是说现在就是给自己 就是定下这个目标和计划嘛 把它当做我们这个人生的目标之一去追求就可以了 我相信李海能够按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一步一步的到达自己设定的目标 他好像特别的有计划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我们赛车运动员其实也是一样的嘛 他也是需要一个极强的毅力 是 你需要持久的一个训练 你需要去有一个规划 有很高速的技能反应等等 那么这一些训练慢慢的放到日常生活里头来 他相信 当他说我觉得我一旦取得了我期待的成绩 我就会把结婚生子的计划 纳入日程 对 那我相信是会的 就是很圆满 我觉得没有任何需要输解的心结 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阿姨又这么开明这么支持他 只不就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嘛 他一定会有一天帮妈妈完成这个心愿 也不能帮妈妈完成 应该是给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交代 对 总之是感谢二位 来到我们的幸福来敲门 感谢两位 谢谢阿姨 谢谢二位 来 先请 我其实一开始还挺想劝劝李海 就说你看妈妈很希望你结婚生孩子 但是当李海说完他的那个顾虑之后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他想到的不光是自己 最重要他觉得 这一场双向奔赴的感情或者婚姻 以及未来我们可能会有的孩子 都需要我来承担责任 对 需要母亲的耐心陪伴 希望他能够早日登上那个最高的领奖台 然后成为所有那些男赛车手当中 唯一的一个女赛车手啊 对 祝福他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封来信 今是这样说的 在我最绝望最痛苦的那段日子里 妈妈对我不关心 也毫不在意 似乎我为家庭的所有辛苦付出 都变成了理所当然 直到今天 这依旧是我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我就想知道 妈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女儿好像觉得妈妈不够爱她 没错 好像母女之间有的时候真的会 人家说是天敌 对 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跟我的两个孩子目前不是 但我跟我妈曾经是 曾经我自己都会感觉说 女孩对自己的妈妈一定会有两个认知 就是要么成为跟我妈一模一样的 是的 要么就是成为跟我妈截然相反的 坚决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对 但是这一切的天敌也是有一个阶段的 它会随着女性的成长 慢慢的会跟自己的母亲 又建立起一个沟通的桥梁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来我们节目 游之家的这位陈女士 能够在我们这儿跟她妈妈建立一个新的桥梁 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主人公陈晶晶 有请陈女士 欢迎您 你好 欢迎 欢迎 两个 信我们看了 就是为什么会对妈妈有这么大的心结呢 就是一直以来就觉得妈妈她不爱我 就是这个有这个心结是因为我曾经主一个富二代 后来家道中落爸爸去世了 负债了两千多万 所以那时候我才二十二岁 所以我继承了我父亲的负债 两千多万 我就冲在了前面就是 接下来我爸的遗愿去保护哥哥保护妈妈 所以当那时候我从在前面面对这些风雨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妈妈对我的心疼跟爱 没有感受到 你还有一个哥哥 对 我有个哥哥 一个姐姐 当时我的姐姐已经嫁人了嘛 那时候刚好怀着孕 所以我们就想不要她参与进来了 所以当时我们一家人就商量了一下 我就认下了我父亲这个负债 当然从法律角度来说 不需要我去承担嘛 但是我父亲临终前跟我说 希望我能够做一个有当当的人 他把家 把公司 把妈妈跟哥哥交给我了 希望我能保护好他们 我觉得一般不都应该是哥哥来承担 因为是 为什么不交给哥哥呢 对啊 因为哥哥他比较内敛 他从小就比较内向嘛 不太爱讲话 所以又是男孩子 所以我爸爸就觉得不放心 一般来讲会说又是男孩子 所以会交给他 因为是女孩 所以不放心 而且你是家里面老小 对吧 对 最小的 对啊 小女儿应该是最受宠 最疼的那一个呀 我爸爸从小叫我小辣椒 因为我就是那种很活泼 很外向的性格 而且就是 从小父亲 可能就是在 把我在挫折中长大的嘛 所以他觉得 我能够去承受这些 您刚才说 您自己曾经是一个富二大 方便问一下就是 您父亲当时的那个公司 大概的一个状况嘛 就盛世的时候 我们家里是做农业的嘛 我父亲他原来做农业 做到这家是农业龙头企业 做得很好 但是他后来就想到我们当地呢 我们是中华林子第一乡嘛 我父亲是带头人之一 他当时就想这么好的产品 他的辅加值其实是很高的 最终是只能当原料卖 他想做一个对当地 更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做身家工做提取 所以他投资了很多钱吧 就是当时我们 应该是二十几年前了 那时候我们家里 没有任何贷款 银行里 都有一千多万的现金在 那时候就是我父亲说赚了钱 也想造福当地的农民 让他们一起创收 让当地的这个林子 这么好的东西面向全国 所以就做投资了保健品 做了林子的身家工提取 哦 所以当时投了 应该有四五千万吧 当时在企业 刚好有有效一点的时候 就查出了生得病了 得病的时候 其实专家汇整了 已经是说没问题了 但是这三个月内说不能大喜大悲 后来公司的财务 听说我父亲得了病就很紧张 就把我们账户的 两百万多块钱打出去了 我爸当天就气得不行 就把身上的管子全拔了 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医院 我是一个人叫的救护车 把我爸从医院拉回老家的 那时候记得口袋只有六百来块钱 救护车的钱是一千两百块 我到今天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救护车到家的时候 我才少六百来块钱付不了 还是我舅舅给的钱 那你一直说 妈妈就是在这个最难的时候 也没有在意过你 然后也不关心你 对 因为这个事情是怎么说 就是这个两千多万 他牵涉到两百多个债权人 当然有些很好 有些人很激动 当然我觉得他当天钱没了嘛 就是态度会激烈一点 是很正常的 就是有一次 我被一个债权人 拉到家里去 那天是哥哥陪着我去的 我记得是欠他 其实一万还是十二万的 就是我父亲借了他钱嘛 他就觉得说 让我再打十八万的欠条给他 多打十八万 我说我只认我父亲的本钱 我父亲欠了你多少本钱我认 但是没有利息 我说我没借你这十八万我不写 后来我哥在旁边看了 他说这个字我签 我就把我哥那个拿着签 签那个字的那个东西 我就把它撕掉了 我说哥这个字不能签 你一旦开始签了就完蛋了 后来回到家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妈妈 对我有任何的就是关心呀 爱呀 那我就很难受 我说妈妈为什么没有感觉 这是一个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也是有一次被七八个债权人 也是七八个人围着我吧 就是左推一下又推一下 就是在我公司的工厂里 我就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确实是 你们都是血汗钱 我说我认我父亲的债 我说你们也给我时间 但是他们每个人 你一句我一句就指着骂 后来我有一个表姐 也是我们200多号债权人的 其中一位嘛 她看到我 他们这样对我 她就疯狂一样 就从人群里扒进去 就让他们走开走开 不要这样对我妹妹 她就把我拉出来 她说妹妹姐这些钱不要了 我看你这样姐真的很难受 她说你太可怜了 她就抱着我哭 后来就把我拉回家 就跟我妈说 让我妈给我煮点好吃的 关心一下我 我妈就是淡淡地回了一句说 没事她可以的 所以那时候心就像刀扎了一样 我感觉自己像捡来的 我不管我怎么努力 好像妈妈看不到我 你有跟妈妈正面地去聊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其实我内心里面想象了无数个场景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去世 妈妈可能自身也难保 而且我妈妈以前也是一个 非常要强的一个女性 就从我父亲走了之后 可以说一天一地吧 就是掉到低谷的时候 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以前多骄傲的一个人 到后面我们去散步 她看到马路有一个可乐瓶 矿泉水瓶她要捡回家 那么当您觉得 妈妈对于当时的你们 有一些过于的麻木的时候 她对其他的家庭成员 有还表示出抹哀吗 会对哥哥会 哥哥感觉 她稍有状态不佳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第一时间 就会给予反馈 她就会关心 血沙温暖都有 对对 从小到大是不是 你就能感觉到 妈妈对你是 没有像那么喜欢哥哥 或者姐姐那样喜欢你 对哥哥会更好一些 可能我姐姐会更属于 那种不受关注的人 她属于中间 其实我从小到大 在妈妈的身边不多 因为从小都是送到亲戚家里 跟着亲戚长大的 我六岁之前是跟着爷爷奶奶 六岁之后到八岁 时间跟了两年 八岁之后又跟着姑姑 我姑姑是老师嘛 跟着她 就是爸妈做生意都很满 从小到大 她好像妈妈 只参加过两次的 学校教授会 所以看来这个心结是 从小就结下了 我们这样 我们把妈妈请上来 我特别想问问妈妈 就是她的内心 到底是如何看待 这个女儿的 我们掌声有请 陈晶晶的妈妈 阿姨您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您 您请坐 来请坐 她母女俩长得挺像的 对 对吧 阿姨您知道自己的女儿 觉得您不够爱她吗 我其实我心里是爱她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敢搭她的面去爱她 如果我那个时候爱了她的话 她就不坚强了 我们是要坚强起来 后面就有人来帮我 我背后偷偷地往上睡觉的时候 就是吊脸脸 觉得我的女儿年龄很少笑 她爸爸一折的话 要护着这么大的折来 挑着这个当 我心里其实是很疼 不当着她的面去表白 那那个时候 为什么没有想说 要把小女儿躲在身后 让自己的儿子去承担呢 因为她的哥 是很老实 不爱说话很内向的 觉得交流不了 交流没有她 但是她也一直在保护她的哥哥 她爸就交代她 你要保护好哥哥和妈妈 这样子 我真的心里很难受的 她也不理解 感觉我没有让她面去说 女儿你辛苦了 我根本不去说这些 就放在心里疼 是这样子 假如说了的话 其实女儿未必会 因为这样而卸劲 可能女儿会更觉得 在妈妈的爱的支撑下 我更要勇敢地站在前头 那时候我不是这样想她 我觉得当她到面去爱她 就疼她的话 她就感觉妈妈这么疼她 我就怕她不坚强了 就这样子 所以您对孩子可能 您的方法就是 我的母爱全部都隐忍着 有一点像动物丛林里 就是这些豹子或者说是老虎 他们对于自己的孩子 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必须得赶你出去 揮出去 对 必须赶你出去 你得去狩猎 我有吃的我也不能分给你 我分给你了 你就不能够自己去捕猎了 残忍地对待 才能够让我的孩子茁壮 可能对于她来讲 她是用这样的一个动物法则 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但这种残酷教育太伤孩子了 就这个方法不好阿姨 这个方法伤人伤己 让女儿虽然可以很强大 但是女儿的内心里头 她是缺了一块东西 也让您不能够 把自己心里头的爱 正常地表达出来 咱不要老躲在后头 偷偷地哭 偷偷地担心了 我都一直努力 爱都是这样子 疼疼疼 她老爸那天断气的时候 我就坚强地站在那里 如果我不坚强的话 不带她去认识那些领导 我要带她上姐妹去 这个是哪个单位的领导 这个是哪个企业的老板 我都要带她去认识她们 忘了后事处理好了以后 我叫她要去找这些来帮忙 就不可能去一下子去疼爱她 疼爱她她就不坚强就沦路了 其实不只是她会不坚强 一旦疼爱她您也会不坚强 您怕自己撑不住 我自己也撑不住了 这个做了母亲以后也有这种感受 就有的时候当孩子说不行的时候 我也会有一点会害怕去抱啊 去怎么样 因为一抱我可能就会觉得 那就别坚持了吧 算了吧 所以那个时候阿姨就觉得 我的女儿现在是家里的主心骨 我一旦就是把她当成小女孩那样去对待 这一个主心骨就会退缩成了 妈妈怀里的女娃娃 没错 那就是这几年 你花了多长时间 把这些债务还清的呢 三年 三年 还清债务之后呢 那妈妈应该觉得 女儿能担当了 对吧 应该对女儿有肯定 或者觉得 哎 这个时候我可以再展现出 对女儿的这种母爱了 妈妈有吗 那个时候给你一些关怀 其实 到我结婚的那一天 其实我内心 也是有一个卡的 就是别人的结婚历 有父母去操办 感觉 特别扎心用心 而我的婚礼是我自己一手操办的 从订酒席 酒席 酒席上吃什么菜 订几桌 宴起哪些亲戚朋友 哪些人做哪一桌 包括我结婚的时候 请哪个主持人 包括婚礼 婚车用哪几辆 选日子等等 都是自己一手下来的 那时候就感觉好像跟姐姐的婚礼 完全是不一样的 当然 从物质上条件来说 还完在屋之后 家里已经没钱了嘛 但是 我觉得妈妈那种状态 让我感觉到 那天 还是有点双处的 妈妈为什么没有管女儿的婚礼啊 因为我那时候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只能家里里里里挖挖 我能管的去都挺好的 他结婚我们那边 都有小饭给他们吃嘛 头一天就开始吃 第二天就吃 那些亲戚 包括他 他那头 我女性那头的亲戚 小饭都到我家里吃 我要管那些 之前我就管不过来了吧 对 因为所处的境遇都不一样了 可能当初嫁姐姐的时候 家里条件还好 妈妈也还年轻 有很多的人可以帮忙 对啊 但是到她的时候呢 只是还清了债务 但不代表家里经济有改善 而妈妈也经过各种打击之后 身体也比过去差了 精力也没那么好了 自顾不暇 当时叫姐哥帮忙的人 洗菜洗碗的人都叫不来了 对 都是我自己兄弟姐妹那些人在那里 她减轻婚的时候 很多亲戚朋友在那来帮我 对 希望收网都很多 当时她自己忙自己在婚礼的事情 其实我淋淋娃娃 我眼里掉了多少 她也没看到 也不知道 我的 那你在结婚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心理的委屈和酸处 你先生有觉得 就你们家妈妈或者说娘家 大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之前以前是很恨爸爸的 因为他小时候对我特别严格 有一次我才十三四岁吧 我爸就开始锻炼我 就有一次把我半路丢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手机也没收了 钱也没收了 让我自己想办法回家 我记得自己那一路是哭回家的 就是从小时候就是经历这种测试是无数次的 就是当男孩子一样演 那也就是说这孩子越有出息 我越得对他严格 反而是如果没出息的孩子 我可能还会溺爱一点 是这意思吗 也不溺爱 我觉得他们就放到一边了 也没有见有多溺爱 没有啊 可是对哥哥 你看哥哥就是 没溺爱啊 有溺爱您哥哥吗 就是天天就是批评啊 教导啊 没有溺爱 一个内向的男生 就是家里的长子却这么内向 可能从小的时候也都是被训出来的 包括到了姐姐这里 刚刚他也有讲说 姐姐是中间最被忽视的一个 然后到他 他得极力让父母满意 极力得表现出 就是我姐我哥哪做错了 我就一定要做对 我参照错误的 我就能找出正确的标准 就用这样方法 所以成了家里最聪明 最能讨老人欢心 和准确率最高的孩子 也就这样 他爸爸可能才会觉得 虽然年纪最小 但也是最扛事的 而且我怀疑 您爸爸在那个时候 应该也还有一些 就是生意人的一个精明在那里 觉得这些在权人 也不会对一个这么小的女孩 太怎么样 我万一要是把儿子啊 或者说是妻子 这样的放在前线 去面对他们的话 怕他们吃不消 只有这样 年纪还小 然后又还会说话 会表达的女儿 可能能够带全家人过难关 这是爸爸最后的一次 计算成功 那现在女儿是 还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是吗 对 我们现在在杭州创业 做餐饮 做了一个炒饭连锁品牌 就是机器人炒饭 就在我创业初期的时候 我是跟闺蜜借的50万穿的爷 因为还完2000万之后 我已经身无分文了嘛 当时我请不请阿姨 所以我就今天给我妈打电话 就软磨硬泡 把她给叫到寒州来 但是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时候 就是我妈就在那洗碗 边洗边哭 因为碗太多了 洗不碗 她就边洗边哭 说自己老都老了 都从来没洗过这么多碗 还要人到这里当洗碗阿姨 就边洗边哭 我呢就在灶台上 垫了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木板 葬上去 就用双手一个锅里面炒十斤碗饭 炒到手就像冻窗一样肿起来 我就边炒边哭 我边炒边哭 就看着我妈就边洗边哭 两个人四目相对了一下 就瞬间两个又笑了在那里 那时候店房租又贵 她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我想她都赚一点钱 她店里每天早上是九点钟开门 我就八点半就到店里门开进去 厨房那些事情 打扫一下事情该住的 把它做准备一下 拆啊洗洗啊 每天都早半个小时去开门 她九点钟开门 她九点钟过来嘛 我就多注意点到网上 她们是九点半关门 她就陪着我十点钟再回家 把厨房那些卫生搞好 往洗好再回家 就母亲的爱 她是放在行动里 她没有用语言 没有用肢体去表达 对 其实今天陈金金来 就一直就是想问妈妈 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今天听妈妈说这些话 你自己曾经在心里面想过 妈妈会是这样的一个意愿吗 没有 一直觉得说我妈是重男轻女 我有这种感觉 今天听了之后 我感觉我妈妈 其实就像另一个爸爸的样子 对 她的方式就像以前 爸爸对我的方式是一样的 以前很不理解 但当我爸走了之后 我才发现 我的这股坚强 是来源于我爸 平常对我的磨练吧 所以我妈妈可能也 害怕我脆弱 所以到今天 我理解了 我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上迹 就会 老大 我来说 我来说